那 請問當地人成為移工的現象嗎 還蠻多的 因為確實是可以賺比較多錢 可是我還是必須說 其實大部分的人他們為了要成為移工 他們必須要付出很多的代價 因為比如說你要申請護照 然後你要能夠付仲介費 然後你可以看到在那個山區 有非常多的人他們是比如說賣田 然後賣房子 然後全部東西都賣掉 然後就為了送一個人出去工作這樣 然後也有很多人就是 比如說姐姐就不念 就高中畢業就不念書了 然後就出去工作 然後回來就是寄錢回來養他們後面的人 然後就有時候他們就會說就是 就是他們覺得 就是這一群就是可能 就是長子或長女被送出去了 他們就會覺得他們其實根本就是犧牲品 然後他們可能過了在外面工作的10年 然後20年 然後再就是 就只是為了要養他們 然後回去他也 對啊 所以其實 呃 移工的現象非常非常的普遍我覺得 可是那個其實都是有代價 而且是對他們來說是很很吃緊的 都去哪裡比較多 都去哪裡 都去哪裡 南韓 中東應該是最多 中東跟加拿大 哦 對啊 中東跟加拿大 加拿大 因為我做的那家 他兒子 他一直很開心的跟我說 他就只要移民到加拿大 然後一直卻非常地 proud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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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是他會覺得他很開心 然後那個 也有遇到去卡拿 中東 對啊 對 因為他們的 就是 其實他們都還是會比較啦 就是相較於台灣 或者是 因為他們就比如說是在台灣 他們就覺得台灣就是去工廠 然後 就是 中東就去哪裡 中東 對 主要是營造業 可是薪水也比較高 那是菲律賓 因為他們英文比較普及 所以去中東 其實 怎麼說 他們的英文 絕對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這麼好 對 因為大家都會 因為我要去Ferrybean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說 喔 你就用英文就好 就可以通啊 可是實際上他們的英文能力是非常看 就是你的教育程度到哪裡 然後 嗯 或者是說你是念什麼樣的科系 對啊 比如說因為他們好像也是到 三年 小學三年級也開始學英文 對啊 然後 我是在問 然後 然後 比如說像是 你如果是做 你如果是念教育的科系 或者是 護理相關的科系 他們就會非常非常強調的英文 非常強調英文能力 然後 像 我認識的一個組織工作者 他以前是念 嗯 護理系的 他說 他那一 就是他的同學 他的大學同學 就是全部的人 好像 七八十個人吧 只有他一個人留在菲律賓 然後其他人全都 全都出國去工作 全都出國去當護士 對啊 然後其實 這個東西還蠻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是 台灣比較沒有關注到 呃 菲律賓他們這幾年在推教改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的中學 他們的中學是把國中跟高中合在一起 然後只有四年而已 然後他們從今年開始改成六年制 然後改成六年制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希望 因為以前他們很多送出去的移工都是 可能大學畢業 然後他們就希望說他們可以讓更多的人在高中 畢業以後就有能力可以出國 所以他們就把中學改成六年 然後會在後面的兩年加強 即使教育跟英語教育 然後 可是這其實會有一些 就是對當地 就是有很大的爭議 就是說 呃 他們因為要去加強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就把 呃 比如說菲律賓的文學 菲律賓的歷史 然後就是大幅的砍掉 對啊 然後有些人就會說 啊 幹嘛幹嘛 就是砍歷史 他們就覺得是因為 要讓大家忘記美國之名的那一段東西 然後所以他們就 對對對 就有很多像這樣的爭議或什麼 然後這個 對對對 所以他們其實這幾年 大概從2012年到 一直到現在其實都還在反課綱啊 然後反掌學費啊 其實他們跟台灣的就是現在面對的處境 其實有點像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台灣的記者 或者是台灣的媒體其實都沒有注意到 就是 就是離我們這種經濟的國家正在發生這樣 這樣的事情 我想要補充一下加拿大 那個其實 加拿大是很多全球的 海外移工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終點吧 因為其實 就其實不只菲律賓 就印尼也是啊 有非常多人 就出國當移工 然後他第一站可能 不會跑那麼遠 因為他可能要付比較多的 那個成本是比較高 所以會先選一個比較近的香港 台灣或馬來西亞 那中東也是選擇之一 那其實有很多來到台灣人 他也不會再回去 因為就 會不適應嘛 就是如果你來這邊 三年六年 九年十二年 其實真的已經沒有辦法再回去 那其實下一站 可能會是日本韓國 那 有可能就會到加拿大 那在加拿大 其實有 一個比較 呃 大的吸引力 是因為你好像 在這之前 你已經在這些國家 已經有訓練過 應該是說有實際的 參與照護工作啊 或者工廠什麼 其實到加拿大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容易找到工作 然後應該是工作兩年 還是三年 你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症 所以很多人是到那邊之後 然後又想辦法拿到那邊的身份 再把家人接過去 那其實在那邊也 會也有拿不到 當然就找一個當地的人結婚 那其實也有 也很多